爹,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省招牌 怎麼了? 為甚麼你厚黑面黑? 叔叔說不黑不絕包精 所以特地曬黑一點,叔叔 大人 叔叔,為甚麼你這麼白? 我戴著面具來曬,只是曬刺刀而已 你曬得像非洲雞一樣 真漂亮 就算了人意 今天本府有七家十三口被殺一案 被刀察院發回本院重審 奉聖宇三支會審 主審是八虎祥案包龍正包大人 陪同重審的刑部尚師花大人 水師齊督尚大人 和本院陳大人 公同之相,保持宿敬 大人,應該先傳范婦人戚巡視 范婦人,你有甚麼冤情儘管說出來 我和尚書大人會替你作主 大人,你作主可以了,我幫頭幫尾 大人,范婦人一家十三口 都是被常威所殺 我還被污辱了,請大人申冤 全常威 是 參見各位大人 常先生 你知不知道七家一家十三口 是怎麼死的 是他害死的 好,傳回春堂,朱姨和五座 大人 朱姨,你上次說七秦時 在你這裡買了一斤砒箱,是嗎 沒錯,大人 五座,上次你說七家 發覺這杯糖水是有毒的,是嗎 是呀,大人 各位,這裡一煲糖水,一斤砒箱 全部倒進去之後 撐你的肺子,比芝麻糊還結 這種東西,會有人肯喝嗎 或者是七家那些豬頭炒 也沒辦法 不適合你做一口 沒有東西,喝了一口飛天 這樣… 這樣… 你多吃豬頭炒吧,也不肯 難道七家常說會比你… 他買一斤砒箱未必要全滅 沒用過的砒箱去了哪裡 我找個馬上上下都找不到 更何況一個兇手如果用不到 那麼多毒藥 為甚麼要買那麼多來惹的人懷疑 所以實情就是你說謊 我沒有說謊,大人 沒有 這本帳簿它是在店裡賺的 砒箱根本上很少人買 這一年來你只要入半斤砒箱 何來有人買一斤砒箱走 可能是小人記錯了,大人 記錯了 記錯了,你幾個是全記錯 你加你又記錯了 你這麼多記錯? 高手 小人在 我叫你立刻 十三雷屍骨出來查檢 有甚麼結果 大人請轉身 大人你看,每一副屍首 只是後部發黑 其他部分很正常 而我炮頭當差三十年經驗所得 死者一定是死後被人灌毒 所以毒只是留在喉骨 而落不到腹部 每一副屍骨都有骨折的痕跡 而且用鋼針接上 分明是死於一個武功高手的重手之下 而死後就有人掩藏死人 常威,你聽到了 大人…金雲關我事 他也會說 死者是死於武功高手重手之下 我們上公子根本不懂武功 那怎麼可以證明他殺人 他不懂武功 那晚抓得他這麼辛苦? 是我天生的大力 是嗎?仁黎,大型時候 是… 不反抗就夾到你,混蛋 但一反抗就證明你懂武功 李公公到 乃爺 參見李公公 二兄,各位大人辛苦了 我來這裡是聽審的 順便帶多少東西給我的乾兒子阿威 乾爺 你要好好做人 若然作奸犯科 連乾爺也不能用你 不過有誰想欺負你,冤枉你的話 也不容易 當然 當然 這就是老佛爺賜給你的皇馬掌 你穿上身之後 除了皇上,誰也不能打你 大人 大人 大叔,現在不能打他要怎麼辦 爆喝毒,知道嗎? 大人 雖然戚家十三口不是中毒而死 但也有可能是戚秦氏故用殺手殺 而且那晚也有江老看到常威被打 正說要用刑的應該是戚秦氏才對 沒錯,人是大型時候 尚書大人也算機靈 風吹哪邊就向哪邊擺 真是佩服佩服 包大人,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別說說話 不合聽就說別的樣子 你… 不用說了嗎? 剛才哪位大人說過要施用大型 沒錯 包大人不要拆開話題 人禮,張藩府有人想夾棍 是 慢著 你說夾嗎?我說不准夾 你說? 好大的官威,包大人 若果讓你多做兩年官 恐怕連老佛爺你都不放在眼內 當然不會放在眼內 老佛爺是放在心裡尊重的 像你這樣經常掛在嘴邊說 說得很低,你甚麼居心 你老母臭大理這麼辛苦 你去做太監時為不孝 不尊重老佛爺的時為不忠 你這個不忠不孝的死人 人都坐在那裡吐,幹什麼? 你很大膽子 你…你連我都敢罵? 我堂堂八虎秦岸 這裡的公堂最大我 你區區一個內務總管五品官 還要來旁聽的 我站在那裡,你敢坐 我不罵你,罵誰 好,讓我奏命皇上,將來抄… 抄你爸爸 行得出你的公堂再算了 人禮,落閘,放狗 請… 你不用幫忙,這裡有我搞定 我不跟你口舌之爭,快點審案 好啊,笑得鬼 你罵誰? 誰應就罵誰 你這個小王八蛋,我不管你 陰陽插 我頂你的肺,我塞你的胃 我丟到你花開油腐龜 陰陽笑得鬼 應… 可惡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